在我早上也慢慢呼吸睡眠的那玩具 睡眠的那玩具 浪姐4正式开播 33位姐姐首发出舞台 乍列开眼 有惊喜有遗憾 有回忆有青春 有老熟人也有新面孔 对于浪姐来说 历经三年三季 如今走到第四季 可以说进入到了关键期 当然可以看到整个形势 也是迎来了大升级 首先是再度更名 从乘风破浪 更名为乘风2023 其次是嘉宾阵容 更加国际化 本季海外姐姐高达7位 最后是竞争升级 创始人身份直通决赛 出舞台5人 率先晋级决赛 一攻还要淘汰5人 从这些来看 显然与之前爆出的 还是有着差别的 尤其是竞争方面 从整个竞演形式来看 并没有像之前传出的那样 减少经济比拼 弱化竞争 而是更为残酷 激烈 但是赛制方面 也确实简化了许多 出舞台回归到了 传统的评委打分形式 霍问希 赵赵 赵 金伟 乔石 坎比 组成的评委团进行打分 然后33位姐姐分出出舞台高下 历经出舞台表演 五位姐姐率先成为成锋创始人 不仅获得了直通决赛的机会 更是拥有着一攻优先选歌选人的权利 其中陈佳化以384分登顶夺冠 刘亦云379分位居第二 卢靖山375分排名第三 谢纳374分位居第四 孙悦371分排名第五 陈佳化出舞台带来一首 是一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 恋人未满 大秀唱功实力 青春回忆拉满 作为曾经的内地第一女子乐团诗 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论vocal实力 陈佳化自然无庸置疑 虽然出舞台并未开秀唱跳能力 但是一开口就已经获得了 评委认可和场外观众的欢呼 拿下出舞台第一实至名归 也让他提前锁定了进入总决赛的名额 刘亦云出舞台带来 不再唱悲伤的歌 唱跳实力全面展现 不愧为六边形战士 女团出身的他 仅仅一分钟就征服了评委 拿下高分 成为首批成风创始人 也是出舞台少有的唱跳全家的姐姐 卢靖山出舞台带来伴我同行 一身黑色西装酷萨十足 沉稳大气的歌声 实力Voca净显 想不到主业为演员的他 唱起歌来也气场全开 毫不怯场 发挥极佳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还带着六个月大的孩子来参加节目 也是相当忙碌 虽然也有着歌手身份 但是毕竟还是以演员为主 所以这一次的经验开场 确实是带给评委以及观众的都是惊喜 最终也收获了高分 提前获得决赛入场券 谢娜出舞台带来菠萝波罗蜜 一边兼主持人播广告 一边又是嘉宾选手 出舞台大秀唱跳实力 主持人的身份让大众 忘记了他还是唱跳歌手 如今一鸣惊人 惊艳四众 我不是来玩票的 我是有实力的 出舞台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有趣动感时尚 女团发十足 让人眼前一亮 拿下高分当之无愧 排名第四 提前晋级 孙岳出舞台带来 大家一起来 从时光音乐会2 到乘风2023 大众对于他的期待 无疑是很高的 而这首 大家一起来 作为代表歌曲 也是展现了 其扎实的唱跳功力 虽然已经51岁 但是归来依旧是王者 直接燃炸全场 又是一波回一杀 情怀直接拉满 顺利成为首批 成风创始人 从分数来看 五位成风创始人 差距并不大 甚至有些 仅仅只有一分之差 但是无一例外 他们都带给大众 以惊喜 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才能赢得 评委认可 拿到高分 提前锁定了决赛名额 获得了一功优选机会 当然 有惊喜 自然就有遗憾 首个登场的刘亚瑟 仅仅拿到了297分 排名22 显然之后登台的贾静文 并未发挥好 并不及刘亚瑟 却轻松拿到了322分 排名18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作为演员 在这样的舞台上表演 确实极具挑战性 而对于贾静文来说 更具国民度 大众对他的期许更高 不过出舞台表现欠佳 还有专业歌手许静韵 唐伯虎等 也表现不尽如人意 排名都在倒数 虽然如今才仅仅播出一期 可是二宫已经录制结束 从预告来看 一宫要淘汰5人 而二宫被爆出也要淘汰4人 也就是说 宫演还未正式播出 9人已经被淘汰了 不得不说 乘风2023赛制升级 竞争更为激烈 残酷了 从爆出的淘汰名单来看 一宫中 陈冰 凯丽 王嘉宇 唐伯虎 许静韵遭遇淘汰 而二宫中 赵丽娜 李采化 汪小敏被淘汰 还有一位将从李沙明子和吴倩中产生 不过 一宫二宫这些淘汰的姐姐 个人排名并未爆出 而如今也只能通过初舞台座椅参考 当然 初舞台只是评委实力打分 无关人气 但是某种程度上 实力也是仅仅与实力挂钩的 毕竟如今的观众投票也是极其严格的 初舞台排名 汪小敏十四名 赵丽娜二十名 李采化二十四名 许静韵二十六名 陈冰二十七名 唐伯虎二十八名 王嘉宇三十名 凯丽三十二名 待定的李沙明子十九名 吴倩二十五名 显然 从排名来看 除了汪小敏 李沙明子 其他姐姐都是二十名开外 甚至五位姐姐 许静韵 陈冰 唐伯虎 王嘉宇 凯丽都是岛数十名内 而他们也正是一宫后淘汰的姐姐 这其中又有两位海外姐姐 唐伯虎和凯丽 虽然 他们是海外姐姐 但是在国内也是发展多年 尤其唐伯虎 十八岁便只身一人到中国打拼 参加 星光大道而大火 如今出舞台改编新版 梅花三弄 创新中国经典影视歌曲 还是极具创意的 但没想到 一宫后就遭遇淘汰 实属可惜 而凯丽也参加过 湖南卫视多档英宗节目 虽然出舞台弄反了舞台 但是停 停 停 的演唱 还是极具实力的 可是显然第二遍的演唱 紧张了许多 导致出舞台排名直接垫底 实属可惜 到了一宫又未能再次表现好 提前遭遇淘汰 一共七位海外姐姐 前两宫直接淘汰了两位 但是从出舞台来看 其他五位姐姐都排名非常靠前 刘亦云第二名 美伊里牙第七名 知福第八名 吉纳第十二名 秋辞炫第十五名 从出舞台排名来看 一宫淘汰的五位姐姐并不意外 但是实属可惜遗憾 像许静韵 陈冰还是专业歌手 只不过人气差了点 这多少还是非常吃亏的 当然 也更加凸显了竞争的激烈和残酷 出舞台之后 三十三位姐姐被分为了九组 五人组 四人组 两人组 各三个 从网报的一公结果来看 五人组 谢纳组排名第一 四人组 陈家化组排名第一 两人组 卢静山和刘希君组排名第一 自然所在小组全员晋级 最终淘汰成员就在剩余的小组产生 按照排名 王家宇 陈冰 许静韵 唐伯虎 凯丽淘汰出局 到了二公又是一番激烈比拼 最终又有四人淘汰 虽然整个赛制简单了 但更为激烈和残酷了 在这个舞台上人气和实力缺一不可 当然遇到最后 更是整个团队的实力和人气 不仅仅是自己的了 所以一开始淘汰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毕竟越往后越难 从《成风2023》初舞台来看 中国风 《国际范境险》 不管是龚琳娜的《爱如火》 蔡少芬的 《西花》 还是唐伯虎改编新版《梅花三弄》 秋辞炫在唱热播剧主题曲《无法原谅》 还有刘亦云 《美伊里牙》 织服 凯莉的精彩现唱 都是这一特点的展现 当然也表达着文化融合的包容胸怀 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底色 另外还有全名的回忆沙 可《成风2023》 终究还是一个竞技性节目 竞技淘汰都是必然的 对于每一位姐姐来说 也正是在这样的赛制和压力之下 才能竞显女性力量和女性之美